2019年4月10日21点,全球多地同时发布了人类第一张黑洞照片,这注定是一个被历史凝集的时刻。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副台长袁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第一张黑洞照片的拍摄,将可能获诺贝尔奖。 其实,美国几位科学家就是凭借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双黑洞并和事件产生的引力波,而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一张黑洞照片的拍摄,是由全世界200多位学者合作完成的,其中中国内地学者有16人,而这16人当中,有6人来自高校,那么,这6人来自哪些大学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1.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有两位学者,参与了第一张黑洞照片的拍摄。 北京大学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985高校,现在,学校的物理学、天文学,分别在全国高校当中,排名第一名,第三名。 诺贝尔奖主要是偏向基础研究,也就是理学学科、基础医学,而北京大学是中国理学学科、基础医学最强的高校。 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图悠悠教授,就毕业于北京大学。 另外,在最新的自然指数理学学科排名中,北京大学同样排名中国内地高校第一,并在全球高校当中,排名第六名。 二,南京大学。南京大学也有两位学者,参与了第一张黑洞照片的拍摄。 南京大学是中国的顶尖985高校,综合实力一般在全国高校当中排名第六名。 学校的天文系创建于1952年,并且是中国高校当中历史最悠久,培养人才最多的天文学专业认系。 现在,南京大学的天文学学科,在全国高校当中排名第一,并且拥有四位认识,学校的物理学则进入全国高校前六名。 同北京大学一样,南京大学是一所以理学学科,人文社科类学科为主的高校,学校最新的自然指数,在全国高校当中,解赐于北京大学。 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一位学者参与了第一张黑洞照片的拍摄。 中 树大学,也是中 顶尖985,校,学校的天文学和南京大学,并列全国第一,物理学和北京大学并列全国第一。 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人文社科类学科并不强,这所大学的优势学科,大都集中在理学学科。 双一流评选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入选一流学科的理学学科数量,在全国高校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大学。 其实,在理学学科科研方面,中科大近些年的表现不比北京大学差。 4.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也有一位学者,参与了第一张黑洞照片的拍摄,这应该会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因为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所以工科建成的高校,这所大学并没有开设天文学学科。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华中科技大学的物理学很厉害,在全国高校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的物理学被评为A,进入全国前12名。 更厉害的是,华中科技大学还拥有精密重力测量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学校测得迄今最高精度的引力成数计值项目,甚至入选2018年度中国科学时大进展。 欢迎大家在下面评论,发表不同观点。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高校信息。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我。